台股在接下来 有没有机会像居民老师都说 迅速的强谈 我们来看到几个指标 首先刚刚提到废半指数 7月往下灌破了季线 7月的涨势是这个样子 这代表大型股的走势 但是罗素2000反映的是中小型股 钱全部都挤到这里来了 就是相关罗素2000的ETF 涨势反而是这个样子 之前有华尔街神算支撑 这是一个美国的研调机构 他叫做Fungstar的创始人 就已经先跟大家预告了 之前预告的 他说罗素2000 他预告接下来将会连涨10个礼拜 涨幅会超过40% 到底理由是什么 如果他的预言有机可乘 再接下来只涨10% 代表8月份还有戏了 到底有没有可能带动 台湾的中小型股 玉堂我们请您上台来 第一个他是谁 第二个他讲的有没有机会 好这个Tom Leo 其实在华尔街就非常有名 他是这个刚刚谈到 这个Fungstar的一个创始人 那其实第一个 他所谈到的 其实大家会觉得很惊讶 因为他说8月份 美国的中小股 如果乐观来看 第一个涨15% 中长期来看 可能会涨到40% 在现在这个行情 大家会觉得有可能吗 因为刚刚朱豪已经带各位看了 废半跌成这样 到今天台北股市 大家看一下手上的持股 可能看到台北股市都觉得 还不太可能 但是他非常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要谈到几个论点 他的论点是什么 理由有三个 第一个他是说 降息的一个信心 因为市场认为降息 那就是刚刚期长有谈到 短多 这个资金宽松 那宽松现在到底要去买什么 这个废半大型股 刚刚也少了 跌很深 或许会吸引投资人的强断 但是更强的是罗素2000 就是说这些中小股 他会吸引资金去涌入 这第一个论点就是资金宽松 第二个他从技术面去看 他过去有统计 就是罗素2000 过去11个交易日 其中有10个交易日是上涨1% 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历史惯性 就是他统计 大概从这过去二三十年来 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之后的12个月 平均的涨幅是40% 他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数据 然后推演到 我们刚刚说看到7月份那一段的涨幅 也是一样 就是11个交易日有10个都上涨 10个交易日是上涨1%的 而且比现在整个美股 甚至等全球股市都强势许多 那很有可能8月份 第一个光8月份 他预估会涨15% 而且这个这有机会 会把这个反弹的一个气势 因为降息的预期 可能9月会不会降息 然后持续10周 最终会涨到40% 第三个就是谈到AI 当然AI目前当然市场共识还是很高 只是这应该算是走了两年的一个多头上来了 所有的个股产业轮动一轮之后 大家对于AI的热情稍微有点降温了 因为该赚的也赚了 因为这一波很多个股都涨翻了 那大家会投入什么 投入到一些比较中小型的个股身上 就是大型股以外的标的 或许是投资人现在比较有兴趣的 因为不是跟着AI的浪潮商 因为现在你可能跟AI match在一起反而跌得更深 那可能其他的中小股有题材的有业绩的 或许就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路 那回到台北股市身上 我觉得也有这样的架工 因为中小股 其实我等一下会抓几个不同的分类来看 其实他们都是有机会的 就是他有机会走自己的路 以前我们比较直观的是 美国的大型股涨什么 我们就有相当的联动概念股 但这一次如果我们要把聚焦 放在美国的中小型股涨 会带动台湾哪一些 我觉得用这样逻辑 我就会挑OTC的一些个股 因为同样的逻辑就是涨中小股 那现阶段是不是市场的资金 或外资的筹码 也会涨到中小股身上 我从这样的逻辑去看 那第一个我分三大类 那第一大类我挑的是 先强于大盘 在这一波创新高的 就跟罗素2000很像 他们走自己的路 第一个是高价股的星象 星象刚好在上周五是除全息 那因为它是一配以股价就折半了 但是它除全息之后 加上今天是两根涨停 你去想一想 你现在能够找到 连两根涨停的股票 撇除那一些地产股不谈的话 这种比较具有指标性的星象 它就是其来有志 因为它算是中小型的个股 而且它在今年海外授权的业务 市场看法非常的乐观 就是因为它今年业绩营收 都是不断的一个创高 那除完全息之后 因为股本变大 那大概今年有机会是赚 EPS30元以上 我们看一下星象的K线 那当然你会觉得 怎么是跳空下跌跌那么深 因为我刚才它是因为 除全息 除全息的关系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切那个还原全息的日线图 给投资人看 那你就了解 创高 它就创高了 这个是上礼拜五 除全息 它拉一根涨停 今天盘中开盘没多久 它九点多 它一度又攻到涨停 开盘就是涨停的一个位置 所以它的股价是写下了什么历史新高 甚至你从六月份来看 它不是前面没有涨到什么七月份 就是这两天才涨 它是六月已经拉了一波上来 那个时候从还原前期来看的话 是从五六百 然后已经创波段高了 我觉得就是等 因为拉两根涨停下来 有拉回 我觉得中长期的投资人绝对就是买 有投资价值 但等它拉回 对 就因为拉两根涨停上来 你不用追 但你手上有 因为我们先前你追踪很久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你手上有的绝对就包着 是 那你可以等到什么 因为它配的股票鼓力 应该是过一个月 八月 应该八月底好像会入到你的账户 对 那你手上多汇的那一张 那你可以之后卖掉 因为你现在一配一嘛 你看你买一张的现在有两张 对对对 那等到那一张汇进来之后 你再把它卖掉 那一样进场的也要等那时候吗 等那时候大家 因为你像是空手的 那我觉得空手的假设日后 因为也许啦 我觉得当然要扶摇直上没那么快 但是我觉得大家沉淀一下稍微整理之后 因为这K线当然看起来你会不太习惯 因为因为它是一配一 所以有个大缺口 走平之后 那个时候进场我觉得都OK OK 这是在星象的过方 那第二个我挑的是星科 它也是创新高 我们先看K线 它在今天盘中还一度写下星高 上礼拜五还一度也供到涨停 其实它的形态跟刚刚星象很像 就是走自己的路 而且它是六月份就已经涨了 然后到七月份即便大盘杀成这样 它也是整理之后还在上去 它六月以后脱胎换骨 跟以前的星科不一样了 对 为什么我们先回到基本面来看 因为它走的就是面板形象株封装设备的题材 我们之前也谈到有冬结 有有微科 那个时候大概是先涨的五月份就开始涨 那它是算是后期之尊 因为它在就是上 应该上礼拜的法说 它有谈到 它在这个面板形象株封装里面用的这个金属栽板的部分 这算比较关键性的材料 它已经开始供应给国内的这些面板厂 那应该就是指群创 然后还有国外的一个半导体大厂 都是它的客户 那这个是非常具有所谓独占性的一个产品 那它法说会有谈到 因为面板形象株封装是刚起来的 台积电也说要做 当然也可能要两三年过后 但是这个趋势是市场共识很明确 它绝对是会起来 所以上半年它出货大概300片不多 但是下半年呢 它法说谈到900到1200片 成长3到4倍 明年呢整个放量会出货 因为各大厂已经陆续导入之后 出货量可以比新年上半年成长8倍到2400片 所以光是这个所谓金属栽板 在面板形象株封装所用的这个关键材料的部分 对它的业绩是加分 来看一下新科 对我们看到K线到底怎么切入 其实今天是非常强 因为我们之前大概有交过各位 如果以上礼拜五台北股是跌那种六七百点 它可以拉一根长虹 就是非常强的股票 今天很多中小型股在杀 它还能够守在红K中值的一半 而且五日线都没碰到 那约翰上这种个股会建议这样 就是说现金上是可以说切入的 那你可以买 那我要交各位出场点 因为你担心我现在买套了怎么办 那这种个股我大概会这样抓 因为它在60块这个横盘区间整理了很久 那代表说这一个区块的支撑非常非常的强 那你如果比较看好这个产业的就是波段行情的话 我觉得你大概可能抓60块到65这个区间作为你的出产参考 那如果极短线怎么抓 极短线我会这样抓 更简单就是礼拜五红棒的低点作为出产参考 就这样因为礼拜五那根红棒就告诉你 它利空不跌 台北股市破季线的同时跌六七百点 它开低拉了一根红K上来 这一根低点大约的位置也差不多就是65 你就设65周围出场点 没有到那你都可以抱着 那我说可以进场的原因是 因为它今天差不多拉回就在红棒中止 然后也是这个向前整理区刚突破 所以我认为原来它是一个以操作上的节奏 你当然没有买在起场点的话 第二波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沿着五日十日线就是去找买店 好就是比大盘更强的 第二个逻辑呢 第二个逻辑就找外资逆市加盟 因为我刚刚谈到嘛 你现在去看资金的流向 外资当然你说一路卖 那他现在买什么 那买的我就从OTC里面抓 他买什么 这五个交易日我抓两档 一个是元太 一个是生计股的永新 那元太这五个交易日 他买了三千多张 那买的理由跟配合他的产业面来看 因为毕竟他做的就是这个电子纸 那环保需求的带动之下 这个所谓低碳的彩色电子纸的看板的趋势成长 它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这个成长性在明年是更快速的 我觉得说不单单是 因为以前讲电子纸是电子树 那现在电子纸应用在就是户外的看板等等 应用它会渗透率更高 所以我们看一下元太的一个K线的形态 下面搭一下外资 对因为搭一下外资 就是我刚刚讲到外资 其实这一货的外资是在买的 就是你看现阶段大家都担心外资一直卖台股 但是他还是有买超的标点 本来以为会这样化解了坐头骨鸡 而且他就这除全息 我们可以还原一下他除全息的这个K线的一个形态 其实表现上他是占上所有的均线 那距离前高280.9其实就近在指示 他就是强势型的个股 那如果以形态上来讲 我觉得是整理了非常大的一段时间之后 才刚突破这个颈线的位置 那我就大概抓250作为一个支撑参考 就在元太的部分 那下一档我抓的是永鑫 永鑫做CDNL的业务 那我就几个立即性 在外密体的新药 它是跟同集团的顺药合作 那跟永生生技合作的部分 是在一体世报治疗的一个服务 那跟韩国眼药大厂SCD的合作是在Area的环邦部病变的眼药 明后年会开始出货 我们要看永鑫下面放外资 其实外资也是在过去这五个交易日买了2000多张 那我上次大概有谈到 他在这个箱形区间整理了很久 当然今天这根黑K下来 大家会很担心 是不是也会跌破了 对 我在上次有交过各位 我说这一根长红是最关键的 因为是代大量的一个上去 那目前还没有破 那当然因为今天升级股的下跌 也是因为前面涨多的像1784的训联 4160的训联基因都打到跌停 然后整个升级股被拖累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是被市场拖累 但是我刚刚谈到嘛 外资都在买的话 那原则上一样 你就抓这个红K的大概低点的位置 大概50多55 或者中长期期限 差不多就这个位置 你作为出厂参考 假设你先前有买的 你先忍耐一下 假设你现在想卡位的 那差不多就到这个支撑区55 既然外资都在买的话 你可以试着着量去做布局 我觉得是可以的 好 选两个是外资逆势加码的 来 最后一个给我讲 第三个挑什么 就是基本面好的 因为中小型里面 你如果要买的话 我们刚刚谈到 有些是很想创高的 有些人说我怕不怕不敢追 第二个你说外资买的 好 那也不错 那如果第三个呢 那就有机资产 就是营收创新高的 那也是我之前有谈到 就是长家智能 因为他上半年的一个营收 都是创下历史新高年增400% 他在这六年 国内外总共拿了35张的 这种AI医疗相关的 医财许可证 那我之前有谈到 因为他在过去这几年 这六年拿到许可证之后 就要开始跟这些 医疗机构去做销售 所以今年开花结果 你看他的营收的年增率 红色的是年增率 有175% 400% 400多% 600% 300多% 他每个月的营收 你可以看得很明显 就是开始做一个暴增 第二个就是在 医疗大数据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大家都说 要发展AI医疗 你要发展AI医疗 你一定要有 灌给他data要资料 那像最困难的什么 资料来自于哪里 就像CHATGPT 那些都一样 那些所谓的 深层式的那种语言模型 你一定要有data 那他的data的 立即性来自于 他跟中国医药大学 有长期的合作授权 他像有300万笔的 可以合法商用的 就医资料 因为这个是牵扯到 一些个资等等 你必须要有 就是这样的一个 合乎法规的情况之下 才能用这些data 所以他有这样的立即性 所以对于他往后 再加速开发 更多相关医疗 AI运用的产品的部分 这是他最大的立即性 我们来看一下 兼收98块钱 那我上礼拜有谈到 我说他营收创历史高 但是股价却已经回到了 差不多这一波的起障区 也是季线的位置 所以这一波的跌下来 其实如果他也可以归类在 外资加码的个股 因为他在外资这一波 六月份以来 其实也买了2000多张 那也符合算是 第二跟第三个条件 外资站在买方 因为他是OTC的个股 从六月份沿路 你说他从六月份 80几涨到124 然后再拉回到 现在100块的同时 其实外资的持股并没有松动 甚至持股的比重 其实还在维持在高档 所以我认为 如果说以 手上假设你先前有买 没有出套牢的 我觉得先不急 你可以再等一等 因为在这个位置去 类似就像台积的概念 台积营收创高拉回季线 我们讲这是买点 那他也一样是 他营收创历史高 也拉回到季线附近 外资的持股 这一两个月增加2000多张的话 我觉得以这种中小股 我今天大概分从三类 带各位去看 我觉得在现阶段的操作 你还是可以在 即便台北股市 看起来让人家比较担心之际 我觉得还是有投资的亮点所在 了解 谢谢玉堂 请先回走了三个逻辑 第一个来自于比大盘更强的 第二个来自于外资逆势加码的 第三个是要有机之谈 营收成长创始高的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但是这些题材 会不会都因为这个礼拜三 押行的一个决定 成为了压垮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 上个礼拜之前日元飙升 这个礼拜会不会有转环 休息一下期展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